大家好,欢迎来到三位书屋,我是志恒,每天为您提供新内容。 脑梗已成为威胁中老年人生命的高危杀手。脑梗患者越来越多,这主要跟生活习惯以及饮食息息相关。 脑梗属于急性脑血管疾病,是因为脑血管堵塞使得血液无法正常进入大脑,又或是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所引起的脑组织损伤。 高血压、高血脂和年龄是导致脑足中的主要因素,同时也跟饮食脱不了干系。 尤其是厨房中的三种调料,可促进脑梗发生。 哪种调料会促进脑梗发生? 1.芝麻酱 不可否认,芝麻酱口感良好且味道醇厚,符合大部分人的口味。 不过在制作芝麻酱过程中会添加很多盐分,让其转化为高盐和高油脂的食物,不仅仅造成高血压,而且也会引起身体肥胖,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以及代谢性疾病的风险。 2.蚝油 蚝油已成为厨房中不可缺少的调料,这是以牡蠣作为原料所制作而成的。 为能延长蚝油的保存时间,制作时会添加很多盐分。 烹调食物时添加很多盐分,然后再加入蚝油,会造成纳严重超标,进而发展成为高血压。 另外,蚝油属于高飘龄调料,长期大量摄入会使得血尿酸水平波动, 抑造成尿酸血症或痛风,甚至伤害心脑血管系统。 3.食盐 成年人每天吃盐的量不能超过6克,这种规定并不是毫无道理。 因为氯化钠是盐的主要成分,进入身体后,可分解成钠和氯离子。 长时间高盐饮食,可身高游离钠离子含量,使得血浆渗透压失衡, 造成水钠注流,进而引起高血压。 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独立因素,可破坏血管内皮细胞, 引起动脉周样硬化,甚至发展成脑梗。 我们想要预防脑梗,除了上面厨房中的三种调料要少碰, 餐桌上的以下四类食物也要少碰, 尤其是在节假日期间,更是要注意。 1.油炸花生米 很多人都喜欢用油炸花生米这道菜当下韭菜, 尤其是春节期间,几乎家家都会有这道菜。 这道菜很容易制作,锅里多放油, 小火炒,油响生后加些盐就做好了。 而且,油炸花生米吃起来又脆又香,也容易下酒, 成本也比较低廉,可谓物美价廉。 但必须提醒的是,油炸花生米脂肪含量高, 油炸后会变成对身体健康不利的饱和脂肪酸。 吃多了容易升高胆固醇, 同时也容易导致盐分摄入过多,又发高血压。 如果长期吃油炸花生米,会导致动脉周样硬化, 血管出现狭窄,堵塞,导致脑梗发作。 2.动物内脏 传统美食,品类众多, 很多西方人不爱吃的内脏在中华美食中却是不可错过的美味。 猪肚鸡,溜肥肠,爆炒鸡针,夫妻肺片,炖牛杂等等,数不尽数。 而在节假日期间,这些内脏美味也是人们的最爱。 动物内脏虽然美味,但是不宜多吃。 因为往往内脏中的胆固醇和飘零都很高, 摄入过多,可能会加重肝肾功能的负担, 诱发动脉周样硬化,导致脑梗发生。 根据居民膳食指南推荐, 每日可食两到三次,每次25克左右即可。 因此,即使在节假日期间,此类食物也不要放开吃, 防止导致血管损伤。 3.酒 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免不了举杯畅饮。 而在现在,生活节奏较快, 很多年轻人平时也会通过喝酒的方式来解忧愁或减轻压力。 其实酒精摄入,无论是小酌还是好饮, 对身体都没有什么好处。 除了会损伤肝脏、肾脏等代谢器官之外, 酒精还会损伤神经系统,损坏血管。 同时,酒精本身在体内也会转化为脂肪, 导致血脂升高,血栓形成, 从而诱发脑梗,脑出血等疾病。 4.腊肉熏肉 冬季人们都喜欢熏制腊肉作为过冬的食材。 春节期间,家家户户的餐桌上也少不了炒腊肉等食物。 但是,腊肉中含有亚硝酸盐, 而且往往含盐量较高, 食用过多会对身体产生不利的影响, 诱发高血压、脑梗等疾病。 我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要吃得健康。 而以上四种食物,偶尔吃问题不大, 但如果天天顿顿都放开吃, 则容易损伤血管,诱发血栓,导致脑梗发生。 请务必注意。 脑梗来临时有哪些症状? 1.舌头发硬 早晨起床后,发现舌头发硬, 可能是大脑血管堵塞了, 很大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舌头逐渐发硬时, 从侧面反映出血液循环不流畅, 头部供血不足, 影响大脑对脸部神经控制, 从而导致脸部肌肉异常, 舌头变得不灵活, 或越来越硬。 2.头痛头晕 脑血管堵塞时, 可引起脑部供血不足, 大脑没有足够血液和氧气来滋润, 从而诱发身体不适感。 早晨醒来后, 一出现头晕头痛, 因为早晨起床后, 血液浓稠度增高, 血压也到达峰值, 可引起脑血管堵塞而诱发脑梗。 早晨起床到上午10点, 是血管疾病的高危时间段, 大部分脑血管疾病在此时间段突发, 因此做好预防工作。 3.眼前一过性黑蒙 晨起后, 感觉眼前一过性发黑, 大约几秒钟或几分钟后, 可能会逐渐恢复, 是大脑出现血栓的可能性比较大, 暂时性的视力损伤, 并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 但往往是脑梗前的症状。 4.运动失调 早晨起床后, 部分人伴有手脚不明原因麻木, 好长时间都不能缓解, 甚至拿东西时手不停地抖或走路都费劲。 若发现身体一侧麻木, 说明血管堵塞, 需警惕脑梗。 如何预防脑梗? 1.保持规律作息 平时应保持规律作息, 做到按时起床, 按时入睡, 拒绝熬夜, 23点之前必须入睡。 2.适度运动 平时多参加有氧运动, 如快步走、 骑行或慢跑等, 通过运动能维持大脑兴奋和意志平衡, 提高心肺功能, 加快血液循环, 让大脑得到足够血液和氧气供给。 每天至少运动30到60分钟, 每周应坚持4到5天。 3.调整饮食 严格控制每天总热量摄入, 维持体重正常, 少吃或不吃高胆固醇食物, 如动物内脏和各种肥肉等, 不然会加重动脉硬化。 注意饮食清淡, 多喝水, 控制糖, 盐以及油摄入。 4.控制情绪 生活中做到张弛有度, 不能长期背负着巨大压力, 多培养兴趣爱好, 如下棋、听歌或摄影和钓鱼等, 让紧张的神经放松, 也可以通过户外旅游或唱歌的方式来宣泄情绪。 我们在日常烹调食物时, 应少放调料, 如食盐,各种酱类, 味精和鸡精等, 应多选择天然食材, 尽量以葱、姜、蒜、香菜、柠檬汁等来替代调料。 改善食物色香味俱全, 以蒸煮炖或凉拌的方式来替代油炸和熏烤, 能最大程度减少调料用量。 另外, 应稳定好血压、血脂和血糖, 拒绝吸烟喝酒和熬夜, 积极控制体重, 避免身体太肥胖。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